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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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出席2022至2053年度的香港 泛林超級輪賽第一回合賽事 今天的面題是 香港取消安理會常任理事局的葡萄權 李大宇盛 比賽雙方為正方 息息源主辦 武功爭招 和淡方 加勒泰宇宗盛 我是今天比賽的主席 來自正方的布林光平樂 坐在我旁邊的是計事員 來自淡方的賽子和平樂 現在讓我介紹雙方的見諭 首先是正方的主店 劉里光平樂 第一一附變 蔡子聰盛 第二附變 蔡樂師盛 第三附變 limited寅 dynasty 大安主演 是錢志 Carroll盛 第一附變 宗盛 第一附變 偉 Просто裴盛 第二附變 柳惟義盛 建比,歐良盛俊仁樂 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評判 我們在今場的賽事評判 他們分別是 郭道書院中文評論隊 負責老師,孫蘭老師 香港中文大學評論隊 前隊員,蔡盛俊老師 香港中文評論隊 選舉舉員,馬雲和芝三 今場比賽分為主辯 公辯一步二步 自由辯論及結辯工作過關節 發言時間是4334 公辯周圍每方兩分鐘 自由辯論周圍每方三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 直前30秒有釘一響提示 夠鐘則有釘兩響提示 超時15秒都會連丁幾下 詳細賽規已經發佈於各參賽學校 如果比賽期間出現任何問題 我和計時期將會暫停比賽 加以由三位評判即場作出裁決 請問蔡盛俊老師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現在先請正方主辯發言 你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選擇計算致意 謝謝 主席、評判、友好同學 祖祖各位 大家好 喜特波成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1945年 內地是防止戰爭的發生 並為各國提供對話平台 而安全理事會就是聯合國的六大主要機構之一 根據聯合國憲章的終止及原則 我們會附有維持國際和平和安全的責任 而且是唯一有權採取強制行動的聯合國機構 其權力包括進行維護行動、實施國際制裁 和受權採取公主行動等 我們會由五個常任理事會和十個非常任理事會組成 我們會對於非程序性事項的決議 必須去常任理事會達成一致少許的環境通過決議 也就是五個常任理事會 都不投反對票才可以通過決議 簡稱否決權 D2022年 五個常任理事會共行使了285次否決權 當中的俄羅斯就行使了117次 由於我們會成立至今 全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形勢已經大有改變 而且否決權最愛重要的決策過程 逐漸有質疑究竟 否決權應否取消 我方行論辯題的標準在於 否決權制度在執行和理念書 是否有助安理會履行職責 我方正答辯題 基於以下兩大原因 第一 取消否決權可以降低議案通過門 改善現在常理會的討論狀態 否決權令任何議案都要獲得 需要五個成員國的一致同意 這是一個非常高的門 尤其是近年美俄和美中關係註冊 相關在重要議題對抗已經成為常態 另外很多重要議案都做到否決 例如在2011至2016年 就有五個有關敘利亞內戰的決議 因為中俄反對而被否決 因此 中俄反對對抗內戰及其帶來的人道問題條 應該是由安理會的職責 但因為俄方的親政府官立場 我們可以做得非常有限 這個問題因為俄本戰爭極是圓形不老 俄羅斯作為交戰的其中一方 自然會否決安理會作出任何加入甚至評論 令安理會在這場明顯意大稀小的戰爭中 仍然毫無作弊 是這兩個例子可以見出否決權 令到安理會有負期 維持國際和平和安全的責任 作為聯合國唯一有權採取 據約束力決議的機構 安理會的失效也都意味著 整個聯合國缺乏實際行動支撐 變成流於空談的機構 取消否決權並降低通過門 令到更多議案能夠通過 可以避免以上情況發生 令到聯合國可以適當來介入國際紛爭 真正做到維持國際和平 第二 否決權制造特權國家 除了否決權可以令安理會更符合平等原則 聯合國憲章在第一張中指強原則中 已經清楚列明聯合國是堅決於會員國之間的主權平等原則 而且以發展國際間的平等權利為己有 然而否決權令到上任理事國 在安理會的權力大得不成比例 該上任理事國可以不費吹夫之力 阻止任何優惠自己利益的議案 在安理會通過 然而其他普通國家 甚至連參與安理會都困難重重 力更明顯同過成員國庭等的原則 據道而此 而且安理會最為聯合國唯一有權採取 約束力權利的機構 在安理會的權力比起其他機構更加重要 更加提显了五國特權的不公 只要取消可決權 令到上任理事國平等定同 成員國討論和表決議案 才可以維護對聯合國 智慧重業的平等原則 令到成員國不論大小都可以受到重視 多謝各位 謝謝 謝謝 所有的時間為3分50秒 早上小時候即將扣分 接著是法官主編 你有4分的時間 準備好展開計時來示範 大家好 聽完有方的開辯 我們雙方都認同聯合國和安理會 維護世界和平的目標 但分歧在於有方說到常任理事國 好像經常使用口決權一樣 建議事實在聯合國安理會自成立以來 九成的決議都獲得通過 五國常任理事國即五常 只是在少數有嚴重利益衝突的情況下 才會使用口決權 避免加劇衝突 有方說到口決權好像會整日用一樣 根本就不合理 根據聯合國憲章 安理會富有維持國際和平的責任 估辭今天衡量辯提 需要視乎取消五常口決權 對促進世界和平 是利多還是廢多 國安反對辯提 原因有二 第一 喪失聯合國功能 聯合國的前身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為和平建立的國際聯盟 當時美國沒有加入 其他的大國 好像英國八國那樣 為國聯提供了主要的經濟援助 地位大卻和太平洋的小國模擬 他們因而選擇退出 沒有大國的支持 國際聯盟在處理各國衝突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辦法發揮他的影響力 間接導致以此大戰的出現 持居可隔 世界明白到需要大國支持 成立國際和平組織才有意義 因此二戰之後成立聯合國 讓五大戰勝國可以享有保決權 免得重度覆拆 五常是聯合國軍事和經費的最大來源 單單是他們對聯合國的經濟支持 就佔了聯合國總經費的約六成 可見五常對聯合國的重要性有多大 如今要取消保決權 五常必定抗議 到來去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 前美國國務卿合議都說過 如果沒有保決權 美國一日都不會留在聯合國 就連普京都說取消保決權 聯合國就會假解 有科同學 聯合國一解散 世界將會重回 戰前天下大亂的時期 到時聯合國安理會 可入如何發揮維持世界秩序的角色呢? 第二 打破世界平衡格局 五常的重要性 我們有目共睹 他們不單在世界上 193個聯合國的國家之中 經濟體系屬於求實帶 他們的軍事力量、軍備 更加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五常在安理會上 更加是代表著 東、西、不同地區的主立價值觀 一些發展中國家、已發展國家的問題 都能夠在安理會裡面被反映 在西方來說 五常的英、美、法代表著民主、資本主義 在東方來說 中、俄即是象徵著社會的主義 正因為五常有其獨特的政治觀念、價值觀 以及經濟上的巨大影響力 他們的可決權能夠互相制衡、互相監督 並且保障安理會不會通過 可能會引發大國對方行動的決議 就好像在冷戰的時期 美國和蘇聯就在大國上頻繁 運用某決權 阻卻對方的議案 兩國之間的結戰先可以得以避免 安理會經濟也得以保存 在冷戰結束之後 繼續發揮著建設性的作用 有方要取消保決權 又如何預防一大國衝突而產生災難性的後果呢 最後想問有方 今天取消了保決權 五常推出 安理會自然解散 世界上一百九十幾個國家 如何互相制衡 如何維持和平呢 說實話 各位 評判主任所謂時間為三分五十六秒 無痴時無數可分 接著是公辯環節 公辯一方可以自由挑選對方一位議員 打問題 或打斷對手發言追問 如答方不得反問 亦不得打斷 打斷公辯一方發言 如有違規 公辯一方可以即時推出 評判應同即可直接扣分 每次一分 如公辯一方如常發言 評判可以自同決定是否否分 請問相幫有沒有問題 請您會注意 田舍公辯分數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田舍的次序 特別係反方的分子 第一格 依發言次序是回價分數 第二格才係反問分數 好 現在請正方 請自由派出一位議員作公辯 請你自由挑選 反方一位議員 接受質詢 反方一位 請我幫助 請我幫助 好 正方方面開始 你有兩分鐘的時間 請問我請問解釋 可以 再過來 大家好 有分行看了這麼多資料 想問安理會的職責是甚麼 安理會的職責是維持世界和平 有分行你覺得現在這樣 是否要處理到世界和平的職責呢 我見到的是如果沒有了五常的話 世界會更加溫亂 有分行 就是這樣 我再問你了 今天俄羅斯和烏克蘭仲打呢 仲在戰爭的時候 他們仲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時候 聯合國處理不處理到 我們今天見到的是因為 不斷不斷狂張去侵犯俄羅斯的主權 他只是在做著保護自己的利益 我不認為保護自己的利益是有錯的 好了 今天有位同學就是覺得 俄羅斯用否決權來保護自己的利益 而去攻擊其他國家 而去攻擊其他國家的市民 他們的性命就不重要了 是不是有位同學 保護一個國家的利益 這個是否決權 他本身希望為不同國家帶來的權利 好了 有方同學退了 有方同學都知道 其實今天大國的利益 是不應該凌駕在普通平民法性的性命之上 再問有方同學 現在我們會處理不到 保護自分的情況下 那是否除了取消否決權 那解決不到 解決不到 我方認為 平常的責任非常之重大 它是維持著世界和平的最重要的組織 他們投入的資源是最大的 所以他們獲得的團體應該都是相應很大的 既然是這樣有何同學 不如我先問你 既然這樣有同學要問他們 所以值得擁有這些否決權的時候 不如我問你 那今天德國沒有 是否因為德國曾經集中過 我們公義的戰爭 德國呢 德國呢 德國有沒有否決權呢 跟我們今天取消便 或者取消否決權無關 是否和何決權無關 是否和何決權無關 對方公便 對方公便 然後到方公便 方方請自由派出一位便員 使用自由選擇 正方一位便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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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方公便開始 好 好 有當五常參與聯合國 有沒有做維持世界旅行嗎 有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 今天不僅是只有五常去做 今天整個那個時候 今天很明顯 好 今天有方說 有在維持世界旅行嗎 可想有否否決權 有沒有做五常留在聯合國 否決權 今天是不是有否做 第一件事就是 沒有人清楚 第二件事今天我們看到 就是今天否決權的時候 是違反聯合國那個警察 剛才就說有沒有阻止 有甚麼例子讓人證明現在這個法律決無助的呢 今天我們看到甚麼 我不清楚才說甚麼 但今天看到有法律的情況下 有很多戰爭的時候 你跟我說 今天有九成的議案是難過通過 我明白 但今天面對大戰爭的時候 你跟我說羅湖戰爭 你跟我說黑尼殿下戰爭的時候 這些是大家都很執著 但那些比較大的戰爭 你都解決不了的時候 那哪些真正可以幫助到世界和平呢 是否只有非洲小國做到 就等於整個世界和平就能夠保持下去呢 說到有方一次 法律權如何有了五成樓在聯合國呢 法律權的時候我們看到 就是非常簡單 他們是因為用著這個權力 去控制著其他國家 去做一個專利 去控制著其他國家的選擇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東西了 其實今天有方都覺得 其實法律權是有了五成樓在聯合國的 如果沒有了法律權的樓在聯合國 那他們跌大過 跌五成樓在聯合國 那聯合國會怎樣生下去呢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的很簡單 因為我看到 一定要在一個 控制到其他國家的潛力之下 就可以令到他們 可以繼續維持在聯合國 但是今天聯合國非常簡單 所以我看到的就是 聯合國即使得到五成樓都沒有問題 但是最後我問一下 因為有否取消有法律權 如何維護世界的樓盤呢 取消有法律權的樓盤呢 我看到很簡單 因為聯合國跟你說清楚 憲章也說清楚 今天要在聯合國整個會議的前提之下 就是要有一個公平規定 法律公主 請問 現在公平環節結束 請輪到正方大家後面 你有三分鐘時間 準備好參考計時的思維 主席評判九分龍學在座各位大家好 來到正方一部的位置 其實吳南法律隆和非常著重於五成的利益 因為今天跟我們說清楚 今天有九成的議案就能夠通過 我回答他 今天其實你說九成的議案都好 事實非常簡單 今天是否九成的議案就等於甚麼 今天是否要看清楚 事實的全部就是見到 一些世界大局的戰爭 未來的解決的時候 你和我說九成的議案是沒有用的 因為那些真實會影響全世界的戰爭 未來的解決的時候 那這些叫不叫做維持到世界的默定呢 你和我們說 今天會危害到戰政局的利益 會有嚴重的利益衝突 但和我說今天整件事 大家都明白 這個否決權 是在異戰的時候出現的 異戰是八十多年前的事 以前的戰局和當今的扣連有甚麼關係 有方要說清楚 而今天看到甚麼 德國日本這些戰敗局 其實都一定的影響力 他都有為世界出一分力的時候 他是不是以前異戰輸一次 現在就永不翻身呢 究竟今天為何五常 就只有他們能夠合法國權 而其他會依然是一起去幫助 世界和平的國家 又不可以合法國權 這件事又符不符合合法國 當中他一開始去參與合法國的宗旨呢 現在還看到的是甚麼 加拿大西班牙這些 其實都沒有加以治的國家 他有甚麼實質的標準 是令到他們又沒有這個特別權呢 今天是否這五個國家 就有這個能力和有這個理由 可以去有這個專利 去凌駕其他會員國家的選擇呢 而還有今天我和我講 擔心會喪失聯合國的功能 五常推出 然後就令到整個聯合國都更加混亂 第一件事的時候 你和他們都喪失了那個功能 你和他們沒有說清楚 甚麼功能是甚麼 我不清楚 你和他們說五常推出 因為第一件事 五常推出的重要性是甚麼 你和我們說是以前的事 我和他們說了 是八十多年前的事 我想問其他國家是否重不重要 其他國家依然要在八十多年前 一起進步的時候 那這些叫不叫做進步呢 他們叫不叫做大國呢 你沒有論證清楚 八十多年前的事 不要和我們說 而今天我們看到的是甚麼 因為聯合國做一個國際組織 他會提供一個平台 他會提供一個平台 去不同的國家去處理一些國際事務的時候 他怎會因為這幾個國家 然後他們退出 就會令到整個聯合國的混亂呢 他今天是否真的這樣 就會令到整個聯合國 完全沒有任何功能 這件事 要再說清楚 而今天我們看到的是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 俄羅斯突然去侵略 大家都知道俄羅斯是以大欺小 但是因為國際權 我們要甚麼都做不到 俄羅斯內致持續多年聯合國 他更加調查到俄羅斯政府軍 他多次發動法務攻擊的時候 為平衡白色 帶來無可逆轉的傷害 這些大戰爭 有跟韓國堂講九成的意外 又不合理呢 今天面對著一些人道問題 面對著一些戰爭問題 為甚麼一牽涉到五常的利益 就不能夠被解決呢 多謝各位 反方第一副片 所有時間為三分鐘 沒有任何休息 就需要開花 接著是反方第一副片 你有三分鐘時間 出來講解時間 大家好 我們一夫一夫一夫 其實今天我們雙方 都希望維持完整個和平 特分權力再有 有方因為取消了法務權之後 更加有做出進和平 有方主要問有方 五個常有理事國 收取了法務權之後 退出聯合國 正在於呢 一百八十個國家的公平 為甚麼比我上的時候 更加能出進小的和平 有方是避而不得的 有方不僅僅是開市公平 或是都沒有清楚交代了 沒有清楚交代取消法務權 和出進和平的關係 為甚麼便提了以下幾個誤解 第一五常會 因為是有方 五常無知的 最大的世界 所以也要取消法務權 所以有方原來不是想取消法務權 只是想更多的國家 有口脫權 對我來說 有方如果覺得 現時五常無知的 整個世界 便換成有方 理想的五常 變態是否應該不成立呢 實際上 今天提到 為甚麼 他在取消法務權之後 究竟有沒有做促進和平 根本就不在意五常 究竟應該是哪些國家組成 有方便知道 五常擁有的保障 並不是憑空出意 並且在歷史原有 英、法、美、宗、俄等全國 決安理會決議 這是聯法國憲章給他們權利 因為他們在聯法國方面 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同時都是為了影響他們 在議戰期間為世界和平做出高堅 所以有方 有方國的德國西班达 在議戰期間做出了什麼的貢獻 以至他應該向有方的權利 第二 不公平 有方說 只有五個層次公安理會 公有口的權不公平 那想問有方 什麼為之公平 但不公平 無論是因為多數會做少數 你有個行學 因此安理會的承認過十五個 除了五常之外 其餘的收獄都是由 香港大會 外所處的區位就跟選舉產生 例如非洲 三個安理會零 亞洲體強就是兩個 就是那些非常理事 那些頭髮髮 甚至所持的票數 多過五常 如果按有方的來測 取消五常的頭髮髮 那時候你紅透 即有重大影響 你大概就變成少數 那又不是公平 更何況 每個國家一個都有差異 即是和平的影響都不同 他有傷害權力根本就不合理 例如說 人口只能推出十萬人的基里巴斯 和一山一人的美国 他有同日的權力 有否是否覺得這樣就公平 更甚的是 叫做 有否口中所謂的公平 他能夠促進世界和平 你有沒有使 大國退出聯合國 重到 各自聯合風刺 有更多衝突 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火拳拳的刺激是為了變成 來試過之間的對抗 從而引發另一場全球戰爭 我口是取消火拳 從開扁公平為止 一本都不論 正取消火拳 是否更加了一座出眾和平 所謂的我口 取消火拳之後 大國連拖 大國連拖 離康連合國 失去借行 為所欲為 世界最重要的問題 即是世界和平 第二次都 還是第二次都 我們會 反方第一副面 所謂的成人為三分 好消息 再次行為 接著是正方第二副面 離有三分鐘時間 準備好 煎飯第四年之一 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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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是檔方第二部份 你有三分鐘時間準備好 自拍的時間 各位 大家好 來到議會的位置 其實我們不妨問兩條問題 究竟今天這些局面上去 真的就是負責自己的利益呢 可能由於今天就不斷和我說 我會戰爭 我會戰爭 但是今天這個安領會做到的 有方是視而不見的 因為聯合國延長以拉班援助團體 有方見不到 因為聯合國向亞方提供人的援助 去兇萬物資囚囑 這些資格在哪裏 全部都是宇常到來 有方這些全部是視而不見 好了 我們現在再看看俄互戰爭 其實今天俄方並不是要討論究竟 俄羅斯法會戰爭是正確的 有方一直說俄羅斯不以大氣象 但其實是不是呢 有方今天只是看單方面 美國曾經說過他不斷擴張自動兵 但是現在維護了 他現在不斷擴張俄羅斯的領土 不斷擴張 俄羅斯對於他的步步進行 今天出兵是不是真的好像 有人說錯了呢 他們今天為了治典國家 人民的安全而向 出兵究竟是不是真的 由香港到禁錯呢 是否真的打到入俄羅斯 又OK不下 俄羅斯只要出兵反抗呢 但是現在有法律權都已經發生了 有方今天怎樣取消了之後 情況不會更加惡法呢 他們今天沒有了一個屏障給他們 不讓他們不出兵 那人風陣認定 他們情況不會更加惡法呢 我們看第二個問題 今天是不是真的 有方所取消了法律權之後 是不是真的公平呢 但是現在事實上 現在每個人都覺得有投票權 他們依然有一半的投票權 他們依然可以作出屬於自己國家的權責 甚至反抗決權 為何會是五常首席呢 只是進行議案落實的最後把關 再第一 五常的軍事實力 經濟實力 外交力 都是處於世界最遲滅的位置 他們每年就聯合國提供 最多的軍資和經濟老衷 需要的不可以到派英圍禍報告 但既然他們需要負上更大的責任 擁有相應的權利 那為何不是公平呢 公平不一定好像由方所說 是平均 其實都可以是權利和義務的對膽公平 我們可以看看其他的國際組織 部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世界投降 這個大國同盟都擁有否決權 正正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他們責任主大的資金太出局 耶路大哥的歷史學教授指出 大國否決權以外的權利 和大國所欠負的特殊責任是互相配合的 當責任越大的時候 所用的權利都會相應變身家 有網剛才說 我們今天要小數服勤方數 會發生的是 會忽視少數國家的意願和利益 當被忽視的是小國的時候 他們就會不受保障 進一步遂用他們的利益 而當被忽視的是大國的時候 他們都極大因為不服氣 而不配合所作出的權責 最後議案就會得不到大國支持 而不可以有效實行 最後打斷的是什麼 都是國際秩序 所以說有方 以小數和多數 是如何給予有效維護世界和平呢 所以如果今天有方 無法解釋除非法律之後 如何維護世界和平 今天便利益不成 多謝各位 有方的負面訪言時間 3分5秒 超時不需投放 現在進入自由辯論環節 雙方各有3分鐘發言時間 其他行方發言時間 用不 本人會宣布另一方正如時間 雙方可以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便員發言 而每一便員都必須在本環節發言 而本環節必促善 再次有事發言有便員從未發言 即可即場提出 屬實的話 居留電源所屬一方 將被每一評判扣除離婚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 自由變動環節現在開始 請正當派出一位電源 首先發言 有方向今晚跟我們說 我們會否制裁回護國際和平 今天奧會戰爭 我們會否應該介入 今天奧會戰爭 今天我們會否介入奧會戰爭 最後變成第三次世界大陣 想問有方向沒有了五成世界各國 怎樣互相制裁 有方向害怕了 不回應了 很簡單 因為我自己都知道 今天他完全是介入不到奧會戰爭 今天我們會看到什麼 正正是因為有否決權 才令到奧會戰爭的人 沒有辦法去解決 很困難那些人沒有辦法 突然在水深火力之中 就是因為這件事 就是因為否決權 才令到依賴是否那些人 仍然還在戰府之中 我想問這些不理 如果今天我們看到有否決權 會做不到 但是沒有否決權 就不能夠輸入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想問這些要不要離處 我方向公辯問你 問到現在五常參與聯合國 有沒有再維持世界和平 你都沒有回答過 你又方向來不答應 五常的重要性 好吧 我再問你了 否決權有沒有再留住五常在聯合國 有方向 我方今天跟你們說 現在五常來 遲不到聯合國的和平 世界和平 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今天俄羅斯在五常 其中一個 他都去了攻打烏克蘭的時候 有方向你跟我說 各位今天五常在聯合國的作用是什麼 有方向你跟我說 既然說 你問有方向 究竟今天取消了否決權之後 如何阻止這個偶 才發生 有方向 很簡單 只要今天沒有否決權 其他國家的暫時 可以通過的議案 可以令到聯合國可以制裁到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就要退軍 然後烏克蘭的性 可以回復平安 再問 有方向 根本沒有回答過我方 到底五常現在 在聯合國有什麼作用 俄羅斯有什麼議案 叫俄羅斯治軍 我問你五常現在在聯合國有什麼作用 你先回答 維持世界和平 俄羅斯 俄羅斯 今天我們就是看到現在五常沒有回歸 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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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成為理事國 所以今天其實有方沒有反對的變態 今天反對的是誰成員國進入他的五常 剛才有方再說有方 沒有了五常世界各國如何互生制裁 有方同學就答錯了 有方同學我們就說了 現在沒有了否決權 沒有了否決權跟公平是有關係的 現在看到有否決權只有五常國家有的時候 那就不公平 今天沒有了否決權可以公平 這樣就可以學到聯合國的宗旨 今天有方就說 小國很關注小國的利益 我方都十分之行議 但我們今天看到有方取消了浮擊權的時候 因為小國的數量一定會比大國多 這樣的時候是否忽視了大國的利益 很簡單 只要看大國不看小國 這件事就是我學的真面目 我學的真面目 我方都無話可說 今天在北約抗爭 所以俄羅斯就應該要入兵 但我想問 今天在北約抗爭的時候 正正就是彰顯著 今天這個否決權 會令到整個世界和平沒有辦法出現 因為我比起成績 有方學今天有方說 這個五常沒有做 但是想說 我剛才二方已經說了 聯合國延長 現在是援助的 有沒有的 提供人的援助 這些算是否幫助 這些可否促進到世界和平 今天有方學 今天有方學是否把五國的利益 凌介於整個世界和平 有方學 你怎麽補方 把五國的利益凌介於世界和平之上 很簡單 有方學今天和我們說 俄羅斯出兵 俄羅斯出兵 是否合不合理 我剛才已經說了 今天不斷抗爭 抗爭在俄羅斯的家門口 是否要攻打俄羅斯 進入俄羅斯 俄羅斯才能反抗呢 所以俄羅斯今天很簡單 俄羅斯因為不斷抗爭 但俄羅斯會做 我完全不斷抗爭 但我完全不斷抗爭 我完全不斷抗爭 今天因為整個否決權的制度 是有問題 所以才會出這件事 正方至於進期發言時間 請停止發言 俄羅斯現在正如1分58秒 可以自由在外面發言 好了 由方今天 因為由方一直都對我方 無奈五層世界各個怎樣 互相遺憾 是避而不行的 但今天一直都不回答 因為由方今天舉出了一個 正方說要少數無從多數 但今天我方見面 剛才說了 今天舉個例子 非洲成員國的數目 比歐洲多 即使非洲的國力 遠遠比歐洲強 但非洲仍然可以透過少數無從多數 通過他們想通過的 要如何制衡這些國家 今天我們並不 多謝國台 今天我們並不是說 將大陸的利益 理解他們所有的和平知識 今天我當然知道 五層人代表的是什麼 他們代表西方不同的價值觀點 是代表不同的政治體系 代表不同的經濟體系 他們所作出的 都是很有代表性的 所以他們今天 並不是將自己的利益 理解所有的知識 他們都有作出一些很和平 多謝國台 大陸的發言時間 進步 之後變動環節結束 請問各位 有否發言台上的變異 現在是傑變環節 雙方傑變有1分鐘預備 今天還有一百分之一 一百分之一 有時候 你會拿給你 好嗎 一百分之一 有什麼 太多 你會不會 有一百分之一 如果有些人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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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时间结束,丝流反方结变准备 未有4分钟时间,准备好小看计时事 大家好,一战结束,两派阵营都损失惨状 整场战争里面死伤人数大约有4千万 经济的损失高达1.7千万美元 因此当时美国显而成立一个国际组织 来调解和仲裁国际关系 所以国际联盟就这样成立了 资力维持世界和平和安全 但国联仍然没有办法阻止二战的出现 为什么做不到呢? 联合国作为国联的继承者 有如何备用重蹈覆轍呢? 第一,我们看成员架构 当时的强国动,例如德、日苏等等 流用国联的时间只有几年,非常短暂 至于美国作为国联的倡导者 居然都没有在国联当中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国联的决议 都是需要经过会员的一致同意 有方说,全场都说要平等 我说所有的国家都要相同的权力 但我方负面都说过 当每个国家都像有方所谓这样平等的时候 强国和弱国都会有相同的权力 付出更多的强国一定会以轻难生推出国联 有方和我方主编已经说过 没有大国的支持,国联最终就沦为空壳 一盘散沙,怎样维持到世界的和平呢? 今天联合国五常有否决权 就不会轻易出现国联的情况了 为什么不是更加有力的稳定的运作 更加令到联合国发挥维持世界和平的角色呢? 否决权就是在维系国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假如逃了否决权,五常离开了联合国 国家之间的连结将会断开 取消只会被维持,更加难去维护世界的和平 有方要怎样阻止这个情况发生呢? 第二,我们看分事经济 国联失败的原因不单只是国家的退出 要知道国联是没有军队 也都没有权力去要求成国出兵的 即使是借做大国的军队解决争反两国 国势趋弱都没办法提供协助 但现在联合国的情况就不同了 联合国的违惑部队的成员 连同所需的学资方便等等 都是需要所有的成员国共同负担 今天联合国用了否决权吸引五常留下 一方面可以利用五常的力量或执行这个任务 另外一方面就可以令到五常彼此之压互相制衡 有方可,为何这个对世界和平不是利大于弊呢? 五常作为世界上国力最强的国家 有充分的财力和光力去支持 联合国和安理会的运作 同时,五常作为世界头十大的经济体和军力强度的指数 在军事和经济上都明列前茂 当能力越大,灌随着的责任就会越大 权力亦相对越大 以对应五常的付出和辅助他们的工作 这个就是权力和义务对等的公平了 有方对公平的理解是如此的偏效 呼吁五常狗的权势一个合理有限的方法去达到这个目标 有方坚持去取消 认为使用了少数和多数的方法去处理议案才比较公平才比较和平 也比较公平的 有方就跟我们说 我们现在只看五常,只看大国的利益 那我们下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势力抗衡 综合异常的原因 国营、国联是没有犯法处理纠纷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联合国 联合国现在就是当所有国家一起报书的意见的时候 就没有代表导致促进之散乱 而我们今天看到有方的世界观是错误的 现在的情况就不是大国针对着小国打 而是大国代表着小国不同的阵营 互相代表着不同的政治观念、理念、数学、文化、价值等的阵营 最先做到和缘、不同做到制人的效果 因此今天面提理应不成立 多谢各位 我说你好 exposed to your partn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